为了打造低碳城市 台中市政府在楼顶装设了太阳能光电板 每年产生的电力足以推动10步电梯 大约减少60万的电费 完全电能的电动车 提供给市政府当作交通公务车使用 设置的充电站也让电动车无后顾之忧 而最新设置的i-bike 更是让市民能够减少交通工具的使用 因为燃烧汽油正是全球暖化的最大因素 在推动低碳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从交通去着手 那我们台中市是目前全国 跑在路面上电动汽车最多的一个城市 另外资源回收再利用 也是减少碳排放的另一种方法 在台中的保证林环保公园 许多废弃的家具就找到了重生 资源回收率都每年都在成长 减少污染废弃物 然后同时是可以做好环境教育的工作 除了减少使用石化燃料 开发替代的干净再生能源 更是目前的重点 在市府楼上的光电板 每年就可以产生足够推动 十步电梯的电量 减少大约60万元的电费 如果能够推广 台中市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低碳城市 记者唐炯 赵正林 台中报道